军统教父戴笠 作者张军由老王博奖 第32集江山班迪 戴笠把预算呈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蒋介石批了同意二字 蒋介石说 成立退伍处要有办公的地方 这些天你去留意一下 最好不要选太繁华的地段 容易惹人注意 戴笠道 办公地点我已经找好了 是第一师住南京的办事处 地址在南京集额巷53号 胡宗南去了安庆以后一直空着 前些天我和他已经说好了 随时都可以搬进去办公的 蒋介石说 那好吧 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向我汇报 大家碰碰头 开个成立大会 不能太仓促了 搞得手忙脚乱的 戴笠说 现在是三月下旬 还有几天要准备 我计划定在四月一号开成立大会 蒋介石不再吭声 表示默许了 有了经费 其他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戴笠使出浑身解数 指挥是一条极为常见的普通的小巷 约三米宽 可以勉强通过一辆卡车 53号是一幢旧式的平房 前后两个院子 二十多个房间 这天 这里热闹非凡 宾客迎门 院子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汽车 宴会开始的时候 戴笠喜气洋洋 手拿高脚酒杯 在宾客当中穿梭着 频频点头接受着各种恭维话 相比起来 副处长郑建民显得极不自在 正缠着康泽说话 他和康泽李宗毅 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 关系亲密 后来因为策反贵系 和李宗泽绝交了 现在只和康泽打得火热 有什么稀里话都对他说 郑建民说 赵民啊 我上次跟你说的事 你办了没有 赵民是康泽的号 康泽一听说 什么事啊 郑建民说 你又忘了 我不是请你保我的职务吗 只要不在这里干就行了 康泽明白了 说知足常乐 想开点 郑建民 瞟了一眼 正举杯向客人道谢的戴笠说 瞧他那得意一样 赵民兄 不是我放不开 这口气 不管换了谁 都咽不下 俗话说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现在我算体会到了 你想 他一个六七生 贡献他也谈不上什么 不管凭什么 都不能爬到我这个二七生的头上吧 我是想不通 康泽四处忘了一眼 见无人注意 小声说 我劝你别死心眼 老是说 你资历大 贡献大 郑建民说 那照你这么说 就是校长昏庸 康泽扳了一下 郑建民的肩 声音更小了 校长才不昏庸呢 相反 他的统议术是绝对高明 只要你认真注意一下 就不难看出来 他对军队 财政 这两条政治的命根子 看得特别重 都安排了他最亲信的人看守 军队方面 陈诚 胡宗南 都是浙江人 财政方面 孔祥熙 宋子文 陈果夫 陈果夫也是亲戚或同乡吧 现在 他又着手创办特务组织 这个部门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校长怎肯放心让别人掌管呢 成立之前 他问我是否愿意当特务处处长 我是四川人 我知道他是不会放手让我干的 最多让我做个挂名处长 仍有代理负责实际工作 所以我没接受 郑建民 恍然大悟了 原来如此 不是赵明兄提醒 我还在钻牛角尖呢 康泽说 这下你想通了吧 郑建民说 想通了又怎样 想不通又怎样 这就叫不服也得服 郑说着 戴笠走了过来 满面春风的说 要全凶啊 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什么 来 跟各位代表见见面 说出话 郑建民笑着说 你说就行了 我就免了吧 戴笠知道对方正在闹情绪 原以为 他会让自己下不了台 没想到郑建民是如此的大度 当然 他是不会知道 康泽和郑建民的一番话的 戴笠走过来 见康泽要走 晚留说 怎么 张民兄 你是讨厌我 不要走 不要走 我们一起说说话 康泽说 你们内部商量问题 我这个外人 当然得失像了 你们谈吧 我不当电灯炮 戴笠果然是来找 郑建民商量问题的 在对面坐下以后 说 要全 我们的组织已经成立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发展人员 你认识的人当中 如有合适的 都拉进来吧 郑建民摇摇头说 没相依的 戴笠说 你的亲友旧帮应该不少 接触进来 你们也有个照应 这些人你都了解 组织也就放心嘛 郑建民说 你也可以叫你的 亲友雇就来嘛 戴笠说 叫了 我已经派王孔安 去江山县 叫我的七弟 亲戚去了 这几天就到 郑建民笑着说 那你多叫些来就得了 这项工作 对我来说不太相宜 我正在考虑向校长辞职呢 正在这时 有人叫道 戴处长 戴处长 你来客人了 戴笠回头一看 见是王孔安回来了 身后跟着一大帮江山人 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 涂里涂气 惹得重兵客看稀奇似的 戴笠一瞧 感到很没面子 骂王孔安道 一点规矩也没有 不会带到办公室等我吗 王孔安也发现 这帮土包子 在这种场合显得不雅 红着脸说 这地方我没来过 不知道办公室在哪 你不会领到别的地方去吗 这时 一个扛着包袱的年轻人 一见戴笠 跑了过来 大声的用江山土话叫 解放 解放 戴笠脸上飞红 这位叫她的是她的七弟 毛宗亮 戴笠不好发火 只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有不少双眼睛在看着她 她挥着手 用江山话说 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休息吧 我一会儿就到 毛宗亮 看见姐夫 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亲热 很尴尬 脸红了 扛着包就回到了同伴当中 这群人中间 有戴笠的旧同学 蒋绍摩 王浦辰 有对戴笠有恩的柴露名 更多的 还是像毛宗亮这样的内外亲戚 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出远门 第一次来到这么繁华热闹的南京城 一路上 见到高楼大厦 就惊叫不疑 说着外省人听不懂的江山土话 郑建民见此情景 笑着说 宇农兄啊 这些人就是你的同乡亲友吧 戴笠感觉出了郑建民的话 明显的很有亲密的意思 说 对啊 邀全兄 这儿有你招呼 我去安顿他们去 戴笠来到了办公室 只见他的同乡亲友们 正在看室内的布置 嘖嘖称赞的家具漂亮 说江山县有名的财主家里 也没有这么高级的摆设 几个年轻人 则爬在岸上 围着那部手摇电话机 一直在怂恿毛宗亮 宗亮 你试试 看打不打得通 你姐夫的东西 那跟你的不是一样吗 毛宗亮摸着话筒不敢摇 主要是 刚才姐夫不冷不热的态度 让他感觉 如今的姐夫 并非来之前设想的那般亲近 柴陆明 环视着办公室 内心无比的惬意 得意的对众人说 春风如今是我们江山县最大的官了 我从小就看他与众不同 将来一定是大有作为的 所以他想投考黄埔军校 找我商量的 戴笠站在门外 听到此处干咳了一声 屋里立即是鸦雀无声 连柴陆明没谈完的话 也都咽了回去 戴笠对王孔安说 你先出去一下 等会儿再过来带他们去外面 理发和洗澡 王孔安出去以后 戴笠吩咐把门关上 用江山土话说 大家一路辛苦了 我叫你们出来 外人可能会认为 我已经得到了好处 就把乡亲们叫出来享福的 说到这里 戴笠环视了一眼众人 然后叹了口气 接着说 哎 说出来我很惭愧啊 我叫各位出来的动机 不仅不是让你们享福 而是要辛苦 而是要辛苦委屈你们 特务处才刚刚成立 包容的是五湖四海的人 比我有能耐的比比皆是 俗话说 人心隔肚皮 谁知道他们按的什么心呢 会不会暗中不服 搞我的鬼呢 这时候 我就想起了亲人 只有你们 才是我最信赖的 最放心的 我将你们 安插在各个部门里面 随时注意周围人的一举一动 因此 除了完成分内的工作 你们还多一项特殊的使命 这些话 除了蒋少摩 王府成等人 其他人都似懂非懂 傻愣愣的望着戴利 戴利说 各位以前都是种田的 到这里可能会不适应 没有关系 慢慢学 有一点 我必须提醒大家 尽快改正过来 等会儿 我叫人领你们去理发 洗澡 说着 走到毛宗亮的身边 摸着他身上的土布衣服 说 阿弟啊 这里是南京 大地方 尤其这里每天进出的 都是有地位 有身份的人 我倒不是嫌弃你 是担心外人瞧不起 小看我们哪 众人看了自己身上的土布衣服 又看看戴利的绸缎衣服 都低下了头 毛宗亮这才明白 姐夫为什么不高兴 戴利说 你们先休息吧 洗了澡 可以到处逛逛 我还有事 明天开成立大会 大家要精神一些 具体的事项 我明天再找各位面谈 4月1日 特务处正式成立了 特务处的基本人员 以食人团 以及一些黄埔军校的同学 为骨架 其他的多是靠骨干介绍进来的亲友 同乡 学生 熟人 此外 戴利还网罗了社会上的一批小偷 爬手 打手 地匹 憋三之类的闲散人员 这些人参加组织的手续非常简单 只要填写一张履历表 再由介绍人签名同意 就要戴利批准就可以了 七拼八凑 特务处总算有了100名特务 刚刚成立的特务处 设处长由戴利兼任 副处长由郑建民担任 设书记名由唐纵担任 主持内务 下设情报股和总务股 另外还设督查股 股长是李小白 由戴利直接领导 感谢收听由老王为您播讲的 军统教父戴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观看